清宫秘食 历来是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什么雍正皇帝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呀 乾隆爷在民间到底有没有私生女呀 那个大明湖上的夏宇盒是真的假的呀 众所分约 大家都挺感兴趣的 那么今天呢 换之就打算再说一段清宫秘食 只不过这个主题跟以往不太一样 什么主题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 就一个字 吃 吃里头 能藏着什么秘食啊 不但有 数量还不少呢 咱们一劲一劲的说 先说第一件 提到满清宫廷的吃 大家脑子里最先放出来的肯定是满汉全席四个字 现在呀 很多人呀 都听说过满汉全席这门的词 是吧 一想说那满汉全席 那屋得是山珍海味 无奇不有啊 是吧 没错 按照民间的说法 标准的满汉全席 每桌大小菜品共计320道 想把每道菜都细细品尝一遍 至少得三天三夜 那么历史上的满汉全席真的跟民间传说一样吗 这个问题呀 有学者专门做过考证 最出名的一次满汉全席 据说是乾隆24年 时任两江总督尹基善 为了招待好第二次南巡的乾隆皇帝 花重金搜罗天下的珍稀食材 请便了各大菜席的顶尖名厨 在扬州办了一次超豪华的宴席 什么鸭娱乐就不要说了啊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什么海参 熊掌燕窝猴头驼风星唇等等等等吧 各种真羞美味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应有尽有 满族人喜欢吃的什么菜 是吧 满洲的菜 汉族人喜欢吃的什么菜 这么着 比如说满汉全席上传说有一道菜叫双烤 什么叫双烤呢 就是满族人喜欢吃的烤小猪 跟汉族人喜欢吃的烤鸭子拼在一块叫双烤 是这么一道菜 然而可惜的是上面说的这些只见于民间野史 在各种正规史料当中却看不到半点记载 经过进一步的考证 有专家得出了结论 满汉全席确实有 但是绝不像传说中那样极尽奢华 什么三百多道菜吃三天三夜不靠谱 其实满汉全席实际上并没有说固定的席面 什么叫满汉全席呢 就是在这个清朝的初期 把满族官员跟汉族官员聚在一起吃顿饭 就好比说现在两个单位合并了 合并成一个单位团队员在吃顿饭 那么具体说是有没有这么吃三天三夜的满汉全席呢 在清朝是不存在这件事 那么历史上真正的满汉全席是个什么标准 达官贵人们又都吃了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倒是不算满 只要查一查当年参加过的人是怎么说的就清楚了 画面上的这个人名叫赵慧 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位大将军 公元1758年赵慧奉旨远征新疆 历史两年最终平定了大小合作叛乱 让乾隆皇帝更为高兴的是 这位赵慧将军不但打了胜仗 还给皇帝送来一份额外的厚礼 什么厚礼啊 一个花容月貌遍体生香的维吾尔族大美人 没错 这是后来著名的香妃 对这样又会拍马屁又有本事的有功之臣 皇帝自然不能亏待 除了家官禁绝之外 乾隆25年农历三月初三 乾隆还在封则园举办国宴 亲自来犒赏赵慧和他的手下 这次国宴那就是所谓的满汉全席 参加的满汉大臣共进百人 大家肯定会想了 就这样的规格 那酒桌上还不是啥好就上啥 是吧 啥跪上啥呀 那您可就猜错了 赵慧将军很明确的表示 参加这次国宴 他不但受了不少罪 最后连个宝都没换上 是饿着肚子回家的 吃个满汉全席会饿肚子 开什么玩笑 骗谁呢 咱们还是来看看赵慧 在回忆录里是怎么说的吧 国宴那天上午九点 乾隆皇帝大驾光临 风泽园一番磕头行李之后 国宴就算开始了 当然了上菜还没那么快 时间还早 大家先得喝喝茶聊聊天 结果呢 赵慧受罪的过程也就开始聊 怎么呢 皇帝请人喝茶 那叫刺茶 不是你端起杯子来就能喝的 各种规矩是一套接着一套 太监把茶端上来之后 赵慧跟手下得跪下来 恭请皇上先喝 接下来自己再跪着把茶喝下去 然后才能起身说话 等到乾隆再一盐茶杯 哎呦 赵慧他们又得跪下来 敬茶喝茶 总之吧 几杯茶喝下来 搁几个的磕膝盖 都已经跪破了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开饭了 赵慧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那么摆在他面前的 会是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吗 极尽奢侈的满汉全席 竟然只是民间传说 堂堂大清国宴 为何会让参与者饿肚子 俗语 我可不是吃肚子 与满清宫廷 共有何关系 经典传席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清乾隆25年3月初三 皇帝亲设国宴 为平叛回朝的大将军 赵慧庆功 那么赵慧在这次所谓的满汉全席上 都吃了些什么好东西呢 公布答案之前 咱们先来说说另外一个 大家容易误解的事情 很多观众可能会认为 皇帝请客 操办酒宴 那肯定是御膳房啊 您有错了 御膳房是专门给后宫里的人做饭的 而国宴 另有专门机构负责操办 什么机构呢 光禄寺 这个光禄寺是负责朝廷祭祀 开会宴会的一个政府机关 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政府接待处吧 而对于国宴的花费 光禄寺是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据光禄寺泽利记载 康熙年之后的国宴 一共分为六等 规格最高的一等席 标准是每桌八两银子 最低的六等席 每桌是二两二钱六分银子 那赵慧这次参加的满汉全席 执行的就是六等席的标准 按照当时的银价计算 二两二钱银子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七百块钱 就这点钱 你想怎么可能上满桌的山镇海位呢 是不是 当然了 按照这个标准 上一桌子鸡鸭鱼肉 那是没问题的 可问题是 这鸡鸭鱼肉 你也没法放开了吃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在清朝的国宴上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为它不符合宫廷的规矩 上菜之后 皇帝要向大家敬酒 还要发表重要的讲话 再接下来 主要的餐厌人员 又得轮流向皇帝敬酒 表示表示感谢和忠心 这期间呢 那都是不许动筷子了 等到赵惠他们能够坐下来开吃的时候 满桌子的菜早已是凉透了 没办法 大家只能将就着吃几口冷菜了事 三月初三的北京啊 对不对 当然就是凉的了 而且冰凉 当然这个乾隆皇帝又是敬酒 又是讲话 他自己呢也没吃好 据说每回国宴之后 玉山房都得做点点心 给皇上点不点吧 所以清朝国宴自乾隆之后 就多了一条规矩 桌上的圣菜大臣们全得打包带走 这些菜你们别浪费了 回家之后热一热当宵夜吧 实际上清朝的国宴 跟我们现在理解的 它不是吃喝意义 它是政治礼仪上意义 而表现皇帝的权威 同时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 增强君臣之间的信 这是宴会啊 它本身的其实目的 国宴它实际突出的是 物产丰富皇朝一统 君主权威和君臣之间的关系 它是政治的礼仪的 它实际上并不是吃喝的意义 更谈不上品尝的意义 堂堂的满汉全席 感情是这么回事 那还不如今天我们自己个儿 上一个好紧的馆子 痛痛快快搓一顿来得舒服